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青宁海鲜沙拉 不需要调味包 在家也能做出态势的风味 首先先备料 陆续将番茄 香菜 芹菜 洋葱切好 接着开火煮水 适当放一点盐 将切过的芹菜放到热水里烫一下 然后将洋葱丝和烫好的芹菜一起放至冰水中冷却 这样可以增加口感和色泽 接着就要处理鸡尾虾咯 去头去壳去虾线 考验你耐心的时刻 再用葱姜开水把处理好的虾和章鱼先后放入 汆烫海鲜 煮熟过后将海鲜捞出 把章鱼和虾球一起放至冰水中 等待的同时可以把先前准备好的蔬菜摆放进沙拉碗中 处理完配料来调制酱汁咯 先加入小米辣椒 蒜末 接着倒入一勺生抽 三勺蚝油 一勺盐和一勺糖 为了将食材的味道发挥至极致 建议把处理过后的虾头煎出虾油后倒入 接着准备青柠檬6颗增加酸度和清新感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习惯的口味做调整 也可以适当地在酱料中加点水稀释 方便之后搅拌 最后将冷却好的章鱼切成厚片和虾球 放进沙拉碗中 倒上酱汁 疯狂搅拌 再将黄瓜和黄柠檬切片 点缀一下 完成 开饭啦 我的清宁海鲜沙拉 试吃一下 嗯 清凉又爽口 好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